我是莉莉安心语,又是新的一周了 今天我来想谈一谈哪一些思维模式的改变对我本身的影响很大 我觉得如果当你想要改变你的人生的时候 一定要去改变你的思维模式习惯 因为如果你能改变了你的思维模式习惯 你就能改变你的言行习惯 当你改变了你的言行习惯之后 你的人格就会发生改变 你的人格一旦发生了改变 你就会改变你的命运 所以改变命运最好的一个方式 就是改变你的思维模式习惯 有四个思维模式的习惯的改变 对我自身的成长和自身的发展 有着巨大的影响 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希望给大家也有所启发 第一个思维模式习惯的改变的话 就是如何的充分了解和认知自己 我们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很难了解和认知自己 我们可能可以花很多的时间去了解我的一个朋友 父母或者说是我的恋人 但是我们却很少有人能够静下心来 认认真真的了解自己认知自己 我真的非常建议你每天花一点时间 或者说是每周每月每半年每一年花一点时间 静下心来好好地面对自己的内心 了解自己认知自己 了解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 了解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了解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在你充分地认知和了解自己之后 你就不会再和别人做比较 你所要做的比较是今天的自己和昨天的自己做比较 今年的自己和去年的自己做比较 而当你非常清晰地认知自己之后 你也会非常清晰地知道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会朝着你想要的生活去奋斗 第二个的话就是投资和消费的概念 这个在昨天的视频当中我也有所讲解 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昨天的视频看一下 我认为投资和消费的概念不仅是在资产运用 或者说是在金钱运用方面 而在人际关系时间精力管理上 也可以充分地运用投资和消费的概念 一旦你掌握了投资和消费的概念的时候 你就知道哪一些事情哪些人是对自己自身的成长有好处 而哪一些人和哪一些事情是对自己的成长没有任何的益处 你会懂得舍弃 第三个思维模式的话 其实是基于前两个思维模式而得出的 就是选择集中和舍弃 我曾经看过这个巩俐接受杨岚采访的一个视频当中 杨岚问他为什么你除了演员这个职业之外 不愿意再做其他的职业 他说过一段话让我印象很深 他说人的时间和精力是非常有限的 我就选择我喜欢的这个演员这个职业 我要认认真真把它做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巩俐在选择了演员这个职业之后 他真的是尽他所有的时间和精力 把这个职业做到了一个极致 人们也就把它称为巩王 所以我觉得人在选择和集中和懂得舍弃 这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 你只有充分的了解和认知自己 知道你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 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你才会懂得真正的去选择自己擅长和喜欢的事情 然后就集中精力去做好你擅长和喜欢的事情 那些你不擅长或者说是不喜欢的人和事 你要懂得保持距离 懂得舍弃 只有当你懂得了选择集中和舍弃的时候 你才会发现你会将一件事情坚持到底 而你的坚持一定会为你带来丰硕的成果 第四个非常重要的思维模式的话 就是懂得终生成长的意义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活到老学到老 我觉得它让我终生受益 因为终生成长这个概念 其实是一个什么样的基础呢 就是你永远不放弃自己 永远让自己在前行和学习的道路上 不断的更新自己 不断的让自己进步 做更好的自己 因为你为了做更好的自己 所以你才会保持一个终生学习 终生成长的这样的一个姿态 我们人在任何时候放弃你的 都不是别人 而是你自己 如果你不放弃自己 你能够让自己终生保持一个成长学习的姿态 你一定会被你的同龄人走得更远 前行的更远 今天我分享了这四个思维 我觉得这四个思维的改变 对我自身的成长和对我自身的人生改变 起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和作用 希望我的分享给你有很多启发 如果你还在20多岁30多岁 我希望你能够尽早的行动 改变自己的思维 改变自己的人生 相信我 只要你改变了你的思维 你一定会改变你的命运 谢谢